这什么玩意 心态也有力 年满是八岁的未婚男丁 每人至少要理一个女人当老婆 绝不理老婆这抓入线牙受罚 卧槽 卧槽 什么情况 老子刚穿越就碰到这么好的事情 由于战争 大量的男人战死边关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女人的数量是男人的五十倍 多一个人 每年就要多上交三贯钱 这绝对是沉重到无法想象的负担 许多男人宁愿打光棍 眼见男人们害怕交人头税 而无人愿意娶老婆 官府无奈置信 只好采取强制性措施 发老婆 聚领者违法 空军或者服十年摇曳 哼 你们给我听好了 必须好好配合官府 每人至少领一个老婆 谁要是聚领 那就上战场或者服务摇曳去 两者都不见到还能生怀 各位父老乡亲 希望你们好好配合我们的工作 现在开始领老婆了 大家努力吧 领两人以上这 每多领一个就讲十枚铜钱 十枚铜钱能干得了什么 到时候可是要上交三贯人头税 那是一万枚铜钱啊 于是一群男人纷纷冲上前去 竟挑那些体格健壮的女子 无论没丑 越壮越好 唐天奥 轮到你了 快去领老婆 你要是敢不领 老子先收拾你一顿 再把你交给官爷们 阿哥 你选我好不好 我虽然看起来有些瘦 但我很能吃苦耐劳的 选我爸好心的弟弟 我保证好好服侍你 给你生的都是儿子 以后也能帮你干重活 我能做针线糊 我会刺绣卖钱的 学我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我会做伞 还能下地干活 好弟弟 姐姐一定能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唐天奥都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确实得有多群男人了 快点选吧小子 要是拘领老婆的话 就得把你押入大牢了 官爷 多领一个老婆 真的能奖励十枚铜钱 当然 不过你可别想得 多领几个老婆 骗那点奖金 然后又把女人给抛弃了 这个你们挺常会监督的 一旦你得了奖金 又抛弃别人 同样把押入大牢 师哥 那我要十个 天啊 唐天奥竟然挑了十个老婆 疯了吧 他这是想要拿那点奖金跑路吗 他祖上三代都是铁匠 可是传到他这一代 打出来的铁费 倒没有敢买 他都快无法活下去了 唐天奥 你领十个老婆可以 但你能保证 不拿着奖金跑路吗 你要知道你是逃不到的 被选中的十个女子 也是一脸的盲人 脸上有喜悦 也有担忧 放心吧 我最近研究出了 一些手艺技巧 我一定会发财的 到时候 别说养十个老婆了 就是养一百个 一千个都没有问题 我一定会 为国家的人口 做贡献的 哈哈哈哈 好小子 你有种 佩服 不过从今天起 我们会派人死盯着你 直到确信 你能养活十个老婆 而且每年能交族人 头睡为止 没问题 以后有别人 挑剩下的美女 你们还可以带过来 让我瞧瞧 瞧得上的话 我再多领一些 呦哼 你没开玩笑 没有 我是认真的 我一定可以 凭借自己的手工技艺 养活一群人的 唐庭长 这是你给我盯好了 如果这小子 敢欺骗我们的话 那不死也要脱几层皮 天药 你糊涂啊 你有几斤脊俩 我会不知道 快紧退回去九哥 要不然有得你后悔的 哼 唐庭长 你休要阻拦人家 他已经选好了 就不能退 要退可以 退多少个就由你领回去 不 这 好了 只要赏金到位 我现在就领着 十个老婆回家 官爷 你看 给你 祝你早生贵子了 哈哈 台天啊 你就自求多福吧 真是疯了 敢领十个老婆 先不说你腰兽不受得了 你领的九十枚铜钱 够你们吃一个月吗 我看这臭小子 就是想破罐子破摔 在饿死之前 疯狂享受一下人生 做人可得讲良心啊 你自己不想活了 却要十个如华丝玉的姑娘 陪着你等死 太不是个东西了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 指责着唐天奥 然后慢慢地散去 最后只剩下唐天奥 与十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还有一名监视唐天奥的官兵 十个老婆 刚穿越过来 就领了十个老婆 不用买车买房 不要彩礼 官府发放老婆还给奖金 那傻 老婆们 咱们去买点食材 回家去吧 相公 你真的不会抛弃我们吧 是啊相公 就算我们都能下地干活 可是每年要教那么多的人投税 你真的能交上吗 唉 娘子们请放心 回复保证 能让你们都过上 富足快乐的生活 请相信我吧 看着满屋忙碌的漂亮 唐天奥内心感慨万情 还是古代的女人好啊 贤惠勤劳 荣誉之主 相公 下厨房是我们女人的事 你就好好歇着吧 我们来做饭就是了 告诉维 扑你的方名 奴家姓赵 天明芷兰 赵芷兰 芷兰老婆 你真美 相公 我 我做饭去了 唐天奥 你欠我的五十枚铜钱 该还我了吧 你今天可是领了九十枚铜钱 别跟我说你已经用完了 刘大柱 我这里还剩三十枚铜钱 剩下的二十枚 七日之内我一定还你 还剩三十枚了 看样子你这败家子是还不上了 这样好了 你领回来十个老婆 那就让我带五个回家去 让他们赔我一个月 就当是顶拿二十枚铜钱了 你给老子滚 我的女人你也想碰 信不信我废了你第三条腿 唐天奥 要是七日之内你还不上钱 到时候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对了 牙齐二十枚铜钱 滚 要不然打折你的腿 娘子们 你们都一一自我介绍一番吧 相公 我叫周明 我叫刘渭妮 杨碧薇 杨雨薇 我们是亲姐妹 卢家叫蓝凤凰 我叫罗艾娜 相公 卢家叫汤银鬼 我叫乔远儿 相公叫我远儿吧 好 好 好 卢家叫为血君 是十个姐妹当中年纪最大的 各位娘子的奉铭都非常的有诗意 人如其名 全都是美人妃子 为夫和其幸运才能同时拥有你们 相公 你肯领我们回家让我们有一个归宿 这份恩情就值得我们以死相报了 是啊 相公 若是你不理我们的话 我们最好的结局就是回娘家忍受嘲笑与打骂 如果娘家实在养不起我们了 我们就会被买身为奴 甚至是被买入青楼 嗯 娘子们 别说那些了 以后我们一起赚钱养家 一起过上富裕的生活吧 相公 那个 肥皂凝结了 现在你们可以拿这个去尝试着洗头发洗澡洗衣服 马上你们就知道肥皂的妙用了 好的相公 娘子 你这是想与我过二人世界吗 相公 奴家是想知道 你真的有什么手艺能赚钱养家吗 打铁虽然辛苦 但奴家也不怕 只要能赚到钱就行 你真的不用担心 你也拿一小块肥皂去试用一下吧 相信你所有的担忧很快就可以消除了 天啊 这也太神奇了 这肥皂用来洗衣服 又干净又快 比以前用皂脚洗衣服的时候快了好几倍 这也太好用了吧 用肥皂来洗头 头发又香又软 用来洗澡 也是又干净又香 比皂脚好十倍 我长这么大身体从来没能洗这么干净过呀 相公果然没有骗我们 这肥皂一定会成为人们争相抢购的西式宝贝了 这下我真的相信相公的话了 凭着这些肥皂 我们一定可以多上好日子的 相公太聪明了 能发明出这么好的宝贝 难怪他敢一下子令我们十个姐妹回家当老婆 亲身感受到肥皂的神奇之后 十个女人一个个兴奋无敌 这一下日子有了好盼头了 相公 你怎么愁眉不展的呀 是嫌我们十姐妹不好看吗 不是 我只是不知道 今天晚上 选谁事情呢 要不 你制十个牌子 然后翻到谁的牌子 就让谁事情好了 我觉得咱们十姐妹 还是从大到小轮这事情好了 雪君姐最大 今天晚上就由雪君姐陪相公就请吧 这样也好 就这么决定了 相公你看如何 我们去休息了 祝雪君姐与相公洞房花烛幸福美美 相 相公 娘子 你紧张吗 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话 咱们再培养培养感情 过一段时间再洞房也可以 相公 你以表堂堂 又带给了我们姐妹新的希望 奴家的心理已经真正认可了你 所以奴家也不想虚度春宵 咱们就请去吧 我伺候相公穿衣 不用了 这点小事以后你们都不用做 咱们起床弄些早餐吃 然后就要赚钱了 小哥 你这肥皂去污效果确实不错呀 卖多少钱一块呢 这位兄台 我们这最新研制出来的肥皂 举屋效果是皂角的几十倍 无论是洗衣洗澡洗头发 不仅效果齐佳 而且还带有一股子香味 只要买一块 够全家用上一个月了 你直说吧 多少钱一块 两百文一块 你怎么不去抢啊 我们累死累活 一天才不过能赚三十文到五十文 你这么个小东西 要让我们于四五天的工 才能买下来 兄台 你觉得贵纳 是因为你还没有 真正尝试用过肥皂 等你知晓肥皂的妙用之后 就知道两百文一块 是很值的了 我还是继续用我的皂角好了 两百文一块肥皂 不是我们穷苦人家能用得起的 一群围观者也纷纷摇头 叹着气体了 不过终究还是有一些人 留下来断许观看 我的天 我的头发变得柔软无比 就好像空苗得到了雨水滋润一般 这也太神奇了 两百文 我要一块 有人领头 马上就有很多人跟着效仿 不到一个时辰 整整五十块肥皂就卖完了 相公 你太棒了 以后我们真的可以不用愁车喝了 也不用害怕焦人头睡了 当时相公把猪 娘子 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 万万不可泄露出去 那样的话 谁都可以制作肥皂 我们还怎么赚钱 知道了相公 以后芷兰绝对不会乱说话的 两位娘子 你们也辛苦了 咱们去吃碗饺子 然后再买一些生活用品回家去 相公回来了 相公回来了 辛苦相公和两位妹妹了 相公 我们的货屋好卖吗 这一大袋子就是今天所赚的 真的呀 一天就能赚到这么多 相公真是神人啊 这一回我们真的不用发愁了 相公 看相公这么开心 今天生意一定很不错吧 相公制作出来的肥皂那么好用 我相信一定是卖得很好 娘子们尽管放心好了 娘子们 今天的肥皂卖了十块钱 我去 真的呀 我的天哪 这么多 相公太厉害了 当天晚上 他连夜用烧碱与植物油 还有香料制作了一批香皂 当然也继续用猪油与草木灰 制作了一批肥皂 娘子们 这香皂比肥皂更加好用 举屋效果更好 用来洗澡洗头发的话 也更香 你们都拿一块去试试吧 嗯 相公 这又出新品了 那我们就试试吧 相公又要给我们一个大惊喜了 奴家来服侍相公沐浴吧 哦 还是我们一起沐浴吧 嗯 啊 奴家全听相公的 嘿嘿嘿 杨宇薇如果放到21世纪的大学校园 必是妥妥的校花啊 嘿嘿嘿嘿 现在的生意这么赚钱 迟早会被别人盯上的 不行 老子要想一个办法 嗯 老婆们 为夫打算组建一个商队 大舅哥小舅子 有钱大家一起赚 嗯 大家在一起行商 人多力量大 老婆们觉得这个怎么样 嗯 相公 我们杨家的两个兄弟品信我很清楚 是过得去的 以后人手多了 我们的商业机密只怕很难守得住啊 唉 娘子所忧 亦是为夫所虑 此事的确得好好地筹谋筹谋 即便是为夫的大舅哥小舅子们 那也是不得不妨 相公就将把铁价库子为禁地 生产商品由我们十姐妹亲自动手 除了我们夫妻十一人之外 不许任何人进入 你看如何 哦 仅仅如此还不行 我们以后还得多生产一些新鲜玩意 多储存一些原料 如此别人就算偷偷入境库子 也不知道我们的配方 哇 相公果然早有忍虑 奴家的担忧是多余的 不不不 若非娘子提醒 我还没有想到 要防住我的众多大舅哥小舅子呢 八 十 八 十 八 十 这一天 各路大舅哥小舅子陆续赶到 总共十五个人 各位大舅哥 小舅子 很荣幸能与大家共聚一堂 因为各位娘子的缘故 使得我们都成了亲戚 是一家人 今天将大家邀请到这里 目的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想说的是 希望大舅哥小舅子们相信我 支持我 我一定能带领着 你们走上致富的道路的 嗯 相公前两天 带着我们赚了一百罐 而算人工的话 其实只有六个人工 卧槽 啊 杨家妹子 此话当真 嗯 哥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相公研制出了肥皂与香皂 哦 神奇无比 仅两天时间就赚了一百罐 我相信商队成立之后 相公生产出更多的肥皂与香皂 到时候不仅可以在我们青阳县售卖 还可以到邻近的马县与林东县售卖 万贯家才能在一个月 甚至是短短半个月内实现 肥皂与香皂都是什么东西 那么直接吗 等一下 我会给大家一人发一块肥皂与香皂 肥皂洗衣服 香皂洗人参你们用过之后就知道效果了 美夫 我相信我妹妹 所以也相信你 只要真的能让我们赚钱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没错 我相信我姐姐 所以也相信姐夫 反正我们只剩下了穷了 有劈一把的机会 为什么不把握住呢 对对对 各位大舅哥 各位小舅子 丑话说在前头 眼前肥皂与香皂对我来说只是小打小闹 将来我们要做的生意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不是我夸口 只要你们一心一意地跟着我干 将来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腰缠乱贯的富人 这个就叫专业 但是 如果有谁贪图一时的小便宜 揭露我们的商业机密什么的 那么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我会第一时间将他踢出商队的 妹夫多虑了 姐夫 我们是一家人 我自然不可能做出什么对你不利的事情来的 妹夫尽管放心吧 害谁我也不能害自己的亲妹夫呀 我虽然是今天才第一次见到姐夫 但是姐夫一看就是那种有学识有远见之人 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十家人的命运会因为姐夫你而彻底改变 向好的方向改变 不是我狂妄 带领着各位兄弟一起发大财 这是绝对的 今天四位兄弟帮我看了一天火 每人发两百文 现在就发 以后你们在商队干火 工钱每天结算一次 当天就结 哇 姐夫 明天就可以正式开工了是不是 我已经等不及要赚大钱了 是啊 妹夫 反正今天晚上我是住在你家明天我就上工 我也是 还有我 明天肯定是会开工的 但还是得先跟各位大舅哥小舅子先说几句 当你们看到我赚到的钱之后 千万别因为我赚得多而心里不平衡产生别的想法 这是创业的初始阶段 我需要大量的资金积蓄 将来才能带领着大家赚更多的钱 妹夫放心 哪怕你一天赚一万贯 而只给我们两百文工钱 我们再眼红也不应该产生别的想法 因为这都是你的本事 我们一天两百文的工钱已经高到吓人了 再有别的歪念 那就是狼心狗肺不知好歹 说得对 我们现在只想一天能赚两百文钱 哦 不错哦 那就预祝我们兄弟一起发大财 哈哈哈哈 当夜 唐偏奥与自己的老婆们在铺子里制作了大量的肥皂的香皂 每样都得一千块 忙到很晚 太累了就直接相拥而眠并没有做剧烈命 敏儿 芝兰 记住了 等卖完了货 要采购大量的芒销回来 当然还有菜油与肥猪肉 我们记住了 请相公放心吧 兄弟们 一路上要注意安全了 OK 八 十 八 十 八 十 庞天奥则是回铺子里开始打造武器 没错 这一回他打造的是虎枪 庞天奥 你们还没有死了 欠我的二十文钱 还有三十文利息该还我了吧 刘大柱 你可真黑心 借你五十文不到一个月 你要我交三十文的利息 怎么不去抢 哼 你再跟我冒击下去 我还可以再多加点利息 哈 你在网上家信不信 老子和你同归于尽 哈 你 你还真是想快活几天就饿死啊 要这么多老婆 也不出去干活 你家里还有多少米 哈 关你屁事 把借据给我 这是五十文钱 我们两千了 不对 你小子是从哪里来的钱 我的老婆带有嫁状 羡慕吧 赶紧给老子滚 要不然砍死你 哥 卖得怎么样 弟弟 好慢吗 妹子 虽然我们回来晚了一点 但总算是把所有的货都卖完了 简直不敢相信 我们今天总共卖了四百五十罐钱 铁夫真是厉害 能做出这么赚钱的东西来 现在城里的人到处都在谈 用肥皂与香皂的好处 我们相信这两种东西会越来越好卖 靠谱啊 只要你们老老实实跟着我 我保证将来 你们的工钱会越来越高 甚至等我们的生意进一步扩大之后 你们各自在一个县城开一家店 当掌柜都不是问题 请姐夫放心 我们一定不会被派遗的 好 在此我就预祝 各位兄弟不久的将来 都成为大富豪了 相公 我一直想不通 你既有一身神奇的本领 那为何之前你的生活那么困难呢 这不是因为有了你们 给我带来了幸运和灵感吗 相公就知道哄人家开心 我说真的 因为有了你们 所以我对生活有了期盼和热情 这才能研制出新鲜的东西来啊 好吧 我信了 相公 雪君姐他们都说你很会疼女人的 等一下 你要 要温柔一点哦 嘿嘿嘿 哦 接下去就是不可描述的画面 大家不爱看我这边就给大家跳过 妹夫 有件事我们必须得注意了 云潘山上的那活土匪已经注意到了我们 所以相对是一个男人假如遇上那些土匪 真的应付不来呀 人家至少也有上百号人 咱们 那群天杀的杂碎 我爷爷就是被他们抢劫师给害死的 有机会 我一定会杀光他们 还有我姐 你是被那群狗东西抢上身去了 至少生死未卜 哼 只要那些土匪真敢来招惹我们 那一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的 啊 妹夫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枪 可以喷火和喷出钢弹 如果击中人的要害的话 那可以做到一击毕命 比刀剑杀人还要厉害 哇 牛逼 行 这玩意儿看起来就像是一块铁疙瘩 真的能杀人吗 明天让大家试一试 他的威力就知道了 从明天开始 大家都跟我一起打造这火箱吧 到时候至少人手一把火箱 或者是长枪 我们人手少 只有配上最先进最厉害的武器 才有自保之力 哦 还有就是 我们的销售方式得改变改变了 我们在县城设立店铺 多备一群骏马 到时候活运一次货物 就可以在店铺里出售很久 这样也省得大家天天在路上跑 省时省力的同时 也能使大家更安全一些 这个就叫专业 好强的威力啊 这火箱也太厉害了吧 用这样的力气在手 一万军之中取上将人头都可以啊 我能试一试吗 等我铸造出一个更耐高温的炉了以后 我就打造出带弹头 免田冲的真正的手枪和机关枪出来 到时候可以连发十几响 机关枪可以做到三十连发 到时候天下之大 何处我们去不得 走了回家继续造火箱 你们都帮忙 我再造一些带机关的弓弩 到时候我们远攻有火箱 近战有弓弩 以寡敌众不是问题 走了 今天我们去发现卖货 我们在家里也制作肥皂香皂吧 等相公他们回来 又可以拿到别的地方去卖了 是啊 相公才出门我就想他了 还是找点事来干分散注意力才行 我也想相公相公做事深谋远虑 他们一定会满载而归的 包大当价了 那唐田奥的赏队 果然又出去卖货去了 这一次他们带的货物多不多 赏队有多少人 禀报大当价了 赏队总共十四人 其中还有两个女人 一人一匹马 马背上都驮着货物数量不少 好嘀了 听说他们这段时间在附近县头 每一块肥皂能卖二百文 一块香皂能卖二百五十文 如果他们带的货物足够多的话 一次就能赚到上千块的钱财 他们这次是去哪个县卖货 大当价了 他们是去霸县 太好了 他们去霸县路途比较的 所以一去就是两天 带的货也最多 等他们卖完货回来 我们再搬到上买府 钱财和女人我们都要抢 大 大当价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抢了他们的货 拿出卖更多的钱呢 爸爸 你懂个屁 老子有钱不想去抢什么货 想了还得自己去卖 不麻烦吗 哦 大当价有名 去把二当价的叫来 是 大哥 你叫我来有何事 大哥 你叫我来有何事 宝贝 请风阵的商队出动 嘿嘿嘿嘿嘿嘿嘿 我要你带人跟踪他们 等他们从八线卖完货回来 将他们解决在八线境内 钱财与女人都想回载的来 哦 大哥 你让我带多少人去 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衣包子而已 你就带二三十人前往即可 好的大哥 我一定完成任务 哈哈哈哈 等来那些是包子就没有什么有谁可了 我们都快饿肚子了 没有想到现在忽然冒出一只富的牛油桑堆了 我们这一回又可以干一票大胆了 大家停下来休息 同时吃点干粮吧 相公 你辛苦了 两位娘子歇着吧 你们比我更辛苦 嗯 相公你真好 世上很少有你这么会 疼惜女人的男人 妹夫 当初你一个人挑选十个老婆 人人都已为你试想过 把瘾就死 原来你早就看到了自己前景了 是啊 姐夫就是厉害 赚钱这么厉害 别说是十个老婆 就是一百个老婆拿都养得起啊 别羡慕姐夫了 赶明年发放老婆的时候 我们也去多领几个 舱弟 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这里就属你身手最为灵活 所以我想把我们这一群人的安危 交在你的手里 姐夫 什么任务你尽说吧 我一定全力以赴 等下启程无礼之后 我要你隐藏在关道旁 看看有没有什么人跟踪我们 然后你再抄小道追上我们 这个小意思 还是姐夫想的周到 好 等下把你马上的货物云给我们 你带起武器 一定要注意安全 明白了姐夫 姐夫果然料敌先机 我得赶紧追上他们才行 姐夫 云盘山的结北 他们 他们跟在后面 有二三十人 大家别慌 姐夫说我们身上带有厉害的武器 现在他们还不会截杀我们 我料定他们一定会 等我们卖完了货物返程的时候 还下手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身上带着的才是钱 我相信姐夫的判断 大家莫慌 他们要真敢进起来 那就是他们的末日 哈哈 我倒是希望 他们快点出现 也好让我们试试火枪的威力 姐夫你真是神了 他们真的没有追上来啊 这没有什么 很容易就猜得到 他们要是抢了我们的货 还得自己去卖 到时候说不定 还被官府抓捕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他们自然不乐意做 也对 是我们自己不爱动脑机 走吧 进城 先找客栈住下 谁呢 姐夫 他们来了 别紧张 他们不敢在这里动手 官府也不完全是摆设 诸位 各位爷 请问你们是要住店 还是打监 哼 废话 当然是住店啊 先上好酒好肉吧 这样等我们退房的 那时候一底结算 这个 怎么 你觉得我们还会欠钱不给 是不是 那个 小店是小本生意 各位爷要是不提前支付房钱 我们都没有钱买菜做饭 各位也吃啊 哦 这些钱 足够我们吃住几天了 上菜吧 好了 各位爷请烧的 各位兄台 还有这位姐姐 不知道各位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很赚钱吗 小子 你打扰大爷们吃饭 是想死吗 啊 兄台稍安勿躁 我只是想跟各位谈一笔大买卖 嗯 那老子倒是详听一听 你能有什么买卖跟我们谈 哈哈 那谈生意之前 我想先问问各位兄台 现在所从事的买卖 人均每天能赚到多少钱 这是秘密 凭什么告诉你一个乳修 未干的臭小子 在下也并非一定要知道 你们具体的收入 就是想问问你们 你们觉得每天最少能拿多少钱 才愿意转行呢 卧槽 这么的 住手 你的意思是只要我们转行 能赚到很多钱 具体多少钱才算是很多 那得看各位心中的期待值了 一百文 无论刮风下雨 不管是做事先 每天稳定一百文 一年不少于三十六罐 如果我聘请你们当标队 每天每人两百文 一年七十二罐 卧槽 年底还有额外的补贴与奖金 你们干不干 啊 你说 每天两百文 不错 每天两百文 而且包你们吃住 工钱每天都结算一次 卧槽 此话当真 当然是真的 如果没有料错的话 你们就是云盘山的人吧 那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职业 而只要你们肯跟着我干 为我们商对互标 我保证你们每天 至少都有两百文的收入 往后也只会越来越多 什么 我们如何相信你 哈哈 我根本不用保证什么 因为你们的收入 每天结算一次 这难道还用担心 我欺骗你们不成 哦 此事还得我们大当家同意才行 如果大当家的不同意呢 那当然一切得听大当家的 你们的意思呢 我们可以力劝大当家的转行 当标队啊 对对对 只怕大当家的志向莫大手 一户百应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难 在山寨里什么都不用做 就有好酒好肉和美人享用 转为标队的话 你们给我听着 如果大当家的不愿意下山 你们谁敢背叛大当家的你 你们 还你们的家人 一个都逃不掉 好了 此事的确的好好 跟大当家的商量商量 这样吧 高八 还有牛蒙与高明 你们三个连夜回云盘山 去问大当家的意思吧 是 二当家 四日一早 唐天奥一行人就带着货物到监市上去卖 杜小月轻算手下跟到了监市 在一旁围观 两百文一块肥皂 两百五十文一块想到竟然是占的 这些东西这么吃鲜的吗 他们又是如何研制出来的 他们带了这么多货 这要是完全卖出去的话 那奖会赚到多少钱啊 妈 这才一注相不到 我帮他们算了 都已经入账四十贯钱了 那肥皂与想到当真那么好用吗 这么赚钱的买了 难怪那家伙敢给我们看那么高的工钱 也许他真的没有开玩笑啊 假如一天真的能赚到两百文钱 还只是户标而已 比我们打劫的凤钱小 鱼少灌服方面不会针对我们 所以我是正想干呀 二当家的 假如大当家的不愿意当鸭镖的 那我们脱离云盘山吧 不许胡说 你的脑袋不想要了吗 我知道了二当家 我也只是看着他们赚钱的眼馋 唉 眼馋你也只能看着 只有通过大当家那一关了 我们才能跟着去赚那一份钱 都二当家的是愿意做我们的镖队了 假如我们想做镖队 山匪出身的我们 你真的放心 那我肯定不放心 哼 不放心 那你还想要我们做标队 哈哈哈 因为我有自信 你们真心实意地跟着我 将来有赚不完的钱 也能赚越来越多的钱 哦 而如果你们有一心想捆了某一批货 于我而言损失不大 但你们却会彻底毁了你们自己的光明前途 眼下的肥皂香皂 只不过是我起步阶段的小打小闹罢了 将来要做的生意还多着呢 假如我们大当家的不愿加入标队 并且执意要结了你的钱财呢 呃 那的确是件大麻烦 不过我相信多二当家的是个聪明人 会做出明智的选择的 嗯 其实整个云盘山 真正站在我这一边的 也就这一次跟着我下山的二十几位兄弟 假如大大当家的不愿意当标头 那么我也左右不了什么 唉 那如果我帮多二当家的当上山寨之主呢 你有那份能耐吗 嘿嘿嘿嘿 如果你真的愿意帮我的话 那你收我为妾 只有你成为了我的男人 我才能真正相信你 此言一词 唐天傲都是愿 刘魏宁与罗艾娜更是张大鬼巴和布鲁卡 怎么 你不乐意 哼 是老娘不够漂亮配不上你吗 还是说你嫌弃我已经不是黄花大闺女了 呃 都不是 如果多二当家的是认真的 那我那你为妾又如何 你的嫁妆可是二十几号健壮汉子啊 对我将来的事业必定有着莫大的助力 哼哼 你你说的是真心话 不错 哪怕你带着孩子嫁给我都可以 呃 我是有一个儿子 但是我被那个家族的女主人赶打了出来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儿子了 现在应该也有五岁了 唉 我其实是一位官老爷家的奴隶 老爷就霸占了我 后来我被大娘赶打了出来 儿子也不让我带走 唉 我流落到青阳县后 又被劫上山 因为一心想要夺回儿子 所以我在云盘山忍辱负重 偷偷苦练武功 直到有一天 我亲手宰了劫我上山的二当家 因为我武艺出众 又有几分姿色 所以大当家的没有为难我 让我顶替了二当家的位置 当然 他也在打我的主意 只是忌惮我的本领 所以不敢逼迫我罢了 云盘山自然不可能是我的安身之地 现在你出现了 给了我一个机会 但我的卖身器还有儿子还在那位官老爷手里 将来我希望你能为我削去奴籍 祝我夺回儿子 旁边我没有想到杜小月竟然还有这样的点 一时之间不有起了同情心 小月姐 相公一定可以帮你赎身和夺回儿子的 是的 小月姐 相公的能力超出你的想象 她一定可以帮你完成心愿 谢谢两位妹子 清本家人 无奈为斐 你跟我回清风阵吧 别回云山了 你真愿意纳我为妾 好 我昨天晚上派两个人跟着刀疤回云盘山 实则是要在半道上干掉它 然后他们回云盘山再向大当家的要人下山支援 至于大当家的再派多少人来 那就不得而知了 到时候下来的人愿意跟着我们最好 不愿意跟的 那就做掉 不过为了保证不出乱子 如果能顺利再说服一些人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上山寨中去把大当家的给宰了 这行得通吗 放心吧 我觉得成功的把握很大 唐老板 我的人回云盘山之后 说服大当家又派了二十人下山 由三当家的率领 三当家的率领着二十人埋伏在燕筹侠 打算等你们回返清阳县之时 与我们一起围攻你们 抢夺钱财与女人 那如果一多二当家的 应该如何应对呢 呃 由我先制服三当家的 逼他就范 然后说服他加入我们 如果他不识实物 也只能杀了他 好 今天晚上好好地休息 阳族精神 明天就返回青阳县 峡谷那一头 有二十人骑着马匹 手握刀剑 正分剑两侧 静静地等待着 哈哈哈哈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想从此路过 留下买路财 相公 杜晓月真的会与我们合作吗 莫荒 我相信他是诚心合作的 嗯嗯 哈哈哈哈 二当家的 就他们这点人 还全都是普通人 都不够你一个人杀的 怎么还要叫我们下山相助 这是想送我们一件大功劳吗 我猜到一定会是三当家的带人下山 而我想要的不仅仅只是钱 还有更多 这才是我叫人支援的目的 愿闻其详 这支伤对这两天赚了六千贯 算是一笔横财了 但是我有一个绝佳的办法 可以让我们这些兄弟一辈子 都能享受荣华富贵 三当家的感不感兴趣 哦 什么办法 你二当家的你这是做什么 放下你的铁枪 你究竟想牵什么 我叫你放下铁枪 你应该知道 在这样的距离 你是赢不了我的 我并不想伤害你 都二当家 我想来敬重你 觉得你巾帼不让须美 而且在山寨当中有什么重大决定 我往往也是与你站在一个阵营的 没有想到有一天 你竟然会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我不敢 要么你一刀割了我的脖子 要么我与你拼一拼 你是个男子汉 堂堂七尺男儿 但是你真的甘心永远当一个山匪 生活所破罢了 莫非二当家的还有更好的出路 与他们一起做买卖 我们当护卫队 每人每天至少两百文的收入 二当家与三当家这样的人物 每天一贯钱吧 卧槽 此话当真 不仅如此 我还保证每年年底的时候 给你们的津贴也不会少于一百贯 兄弟们 一天两百文改行压标 你们干不干 三当家的你去哪里 我们就去哪里 没错 我们都是三当家你的忠实追随者 你说什么做就怎么做吧 如果每天都有两百文 谁还愿当山匪啊 可是 这么小小一支伤队 能养得到我们这么多人吗 还一天两百文 两百文而已 你们加起来也就五六十号人 我每天我多制作五十块肥皂香皂就是了 只要你们跟着我干 我保证每一天就发当天的酬劳 如果你们抢了我们这一次 闹出人命会引来官府围剿 如果是你们抢了钱财 而我们还活着的话 大不了到城里去买个铺子 到时候你们还能到城里去抢劫不成 三当家的 我们一年至少也有四百六十五关钱 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而且唐老板说了 这还只是现在的预估 以后我们的收入只多不少 不错 将来我的生意会越做越大 到时候兄弟们也会更辛苦 所以我会每个月月底都有额外的奖励 我们这里有五十多人 大当家那里还有七八十人 我们又该如何自保 我们可以假装被你们申稿活捉压上山寨 然后一起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除后患 就凭你们十几个你腿子 你们能做什么 全体注意了 将那颗树射一箭 伤队的人齐齐举起手来 露出藏于衣袖之内的壁母 瞄准骨口的那颗大树 顺耐之间 十几只短剑进射而出 除了三箭射空 其余十一只剑都定在树干上 卧槽 好 好厉害的宫都 这些武器如果被官军知道的话 唐天奥完全可以为官军打造这种武器啊 到时候他能赚到的钱 简直不敢想象 三当家的 你押我们上山 我能保证对大当家的一击必杀 哈 有你们的秀礼剑 再有我们五十几号人 这事可成 干吧 这些年大当家的作威作福 而且伤了不少人命 我早就不想再当山匪了 两人的追随者也纷纷的派出调大当家的 然后转行当标原 见所有人都心动了 唐天奥终于松了一口气 报 大当家的 二当家与三当家压着商队的人 回来了 让他们把人和钱压到巨厅来 是 搬住箱之后 我见杜晓月与霍震东一群人 压着十几人进入巨厅 其中几名全罗还提着几个箱子 摆到了他面前 让箱子打开 荧光闪闪 不错 够我们整个山寨大池大喝一段时间了 哈哈哈哈 这两个女人不错 比我山上的女人强 脑子今晚就要享用她 你这是什么 张虎瞪大双眼倒在地上 身子抽出了几下就没有了动 大当家的死了 大当家的死了 卧槽 入手 大当家的没了 现在你们得听我的 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臭娘们 老子就看不惯你做第二把交椅 现在还勾结外人 害死大当家 老子斩了你 老娘的厉害 岂是你们这些臭男人能想象的 凭你也敢不服我 今日我所杀之人 皆是平日里作恶多端之辈 你们不用惊慌 愿意跟随我的就把刀放下 不愿意跟随我的 现在可以离开云盘山了 我们愿意跟随二当家与三当家的 离开云盘山我们也没有去处 只能当留民 以后我们都听二当家 哦不 现在应该改口叫杜大当家了 杜大当家 我们愿意追随你 请杜大当家的坐山寨之主吧 大家安静 杜小月向众人说起转行当标队之事 之后再有霍振东 与他们的几十号兄弟一起劝说 所有人都心动了 纷纷表示愿意解散云盘山 相公 我想死你了相公 现在云盘山的大当家可是一个美人 他要相公那他为妾呢 太好了 那以后云盘山的势力就归属于相公了 咱们的商队一下子扩大了好几倍 相公 赶紧准备好聘礼迎接杜大当家吧 啊 相公难道看不上杜大当家吗 你既然已经答应那他为妾了 如果反悔的话 只怕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要为他们开一家标局 让他们特地甩掉山匪的身份 然后再迎娶杜小月 哦 果然还是相公想得周到 我们附到人家没有想得那么远 相公 镇上的人开始怀疑我们家有好东西了 要不是我们拼命阻拦的话 就有人会闯铺子了 那么的 是谁趁我不在家敢自闯民宅 是刘大猪带了两个人 借口要打一些农具 被我们八姐妹是发阻拦了 但我们觉得刘大猪肯定是对我们家有所猜测了 看样子以后家里的时常有武力保护才行啊 嗯 各位兄弟 你们有谁知道哪里火山灰比较多吗 妹夫 你要火山灰做什么 有大用 将来也会我们的一大生财之道 哦 我们这边活火山几乎没有了 不过死火山还是有挺多的 火山灰也不少 有几座山几乎全铺满了火山灰 有就好岳父岳母他们还能尽山财火山灰的 每一百斤我花一百文买下来 哦 真的吗妹夫 我爹和娘虽然已年过百半但每天从山里财两百斤火山灰回来还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我家那口子也能干重活 我爹娘身体没有那么好了 但我老婆跟儿子一天加起来财两百斤也没有问题 还有我的 好 那这钱我就让自己人来赚 与其去帮地方官僚家当戏农 还不如脱离土地赚点钱的好 对了 制作纹箱 大下国还没纹箱这种东西 有钱人家也只能是依靠一些熏箱居文 但效果并不明显 而且人也会被熏得沉满不已 如果我制作出门箱 那又将是一条生财大盗啊 唐老板 今天就由我来压标了 我也想亲眼见证一下你们的货有多畅销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哈哈哈哈 唐老板啊 你打算将我们的标局建在哪里呢 这个我好好想一想 总局可以开在其中 清风镇上开一个分局 然后再看看还有别的什么地方适合设立分局吧 卧槽 没有想到唐天奥的蓝图这么的大 竟然还要开很多分局 自己还是低估了这位爷啊 令唐天奥没有想到的是 随着肥皂香皂开始广泛使用传播 需求者竟然越来越多 他本以为会趋向于饱和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反而是越发的 下午才摆了一个半时辰的摊 所有的肥皂香皂都卖完了 共计入账两千七百万 这些钱就是今天整个云盘山兄弟们的酬劳了 每人两百万 小月与霍兄各一贯 大约还多出一两罐 那就给兄弟们买酒喝吧 哇 救 救命 啊 妹夫小心 来历不明之人最好别招式 是啊 假如救了一个逃犯或者强盗什么的 那可就不妙了 算了 救人一命 正早七级浮屠 兄 兄台 能给口吃的吗 我 我主要是太饿了 唐天奥文言 拿出几串葡萄鱼几块煎饼地领他 哦 这是啥呀 这也太好吃了 我 我叫洛少君 陆玉歹人被砍了一刀 我将歹人击杀之后 迷迷糊糊地被我的马带到此地 洛兄弟 看你的穿着打扮 莫非是个江湖中人 都错 不瞒的人 洛某家父原本是开武管弹仇家寻上人 只逃得我一人 自此便流落江湖 想谋一份差事而不可得 饿都快饿死 洛兄 先处理一下伤口吧 多谢各位兄弟救命之恩 日后各位兄弟但有差遣 洛某人必定全力以赴 洛兄客气了 这只是举手之劳 不足挂使 多 恩公的举手之劳 与我而言却是实实在在的救命大恩 洛某绝不感望 哈哈哈哈 洛兄客气了 如若洛兄真无处可惧 那就留下来帮助我 做一番事业如何 啊 恩公真有差事可让我做 只要能管一口饭 我什么都愿意做 洛兄既然是武管出身 想必一定有五亿放身 那就请洛兄当我家的护院如何 哈哈 恩公能带我如此 洛某感激涕零 只是恩公真放心 让我这样一个洛铺的陌生人来当护院 恩公不怕这是一个圈套 我亦有过落魄的心酸经历 自然看人还是有一点眼力的 我相信洛兄绝非那种人 杀 恩公 请受我一拜 洛兄这是作甚 不可 不可呀 请起 这些日子着了逃避仇家追杀 也苦了你 洛兄的这匹马是好马啊 只是瘦了点 洛兄真不容易啊 请随我回家吧 以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多谢恩公 以后我洛少君这条命做是恩公的了 哈哈 若洛兄不嫌弃 我叫你一声洛大哥 你就叫我一声唐老弟如何 这 承蒙恩公看得起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唐老弟 哈哈 洛大哥 唐老弟有侠义心肠 娶得十个弟妹亦是贤良输的 真是好夫妻啊 请问洛大哥是何方人士 恩 我家原本是在产州开武馆的 但愁家沙上门 全家就只剩下我一人了 对不起洛大哥 我无意出动了你的伤心事 无妨 事已至此 我唯有好好活着 寻找机会复仇 相公 这些都是昨天我们娘家人 从山里采来的火山会 过了撑的 所以昨天我就将工钱结算了 你不会怪我吧 我怎么会怪娘子呢 娘子做得好 不过还有一点没做好 恩 请相公责罚 那就是要把我岳父岳母 他们留下来吃晚饭啊 家远的就在这里住着就好 来回奔波太辛苦了 哇 相公 你真好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火山会有了 现在最难弄的就是钢筋 看来得去收购一些废铁才行 唐天奥 你没开玩笑吧 你真的能买下这块地 你觉得我是闲得无聊 专门叫你过来开这个玩笑不成 那好 三分的 虽然是荒地 但你要是站了 那要么一兴次买下来 或者每年被这块地拿一次税 你选择哪一准 这个嘛 五分的至少也要五十两银子 啊 五十两银子 卧槽 平常 你看好这片荒山 连树都长不好 鸟都不来拉屎 你竟然一分的卖十两银子 哼 孝子 你一个平头老百姓要买的有那么容易啊 你以为我不需要打电一下吗 五十两我得完全上报上去 你自己还得多给我五十两银子 因为我需要打电打电 否则的话官府是不会随意让你买地的 啊 警长 咱们怎么说也算是乡里邻居了 地价你要这么高也就算了 还要五十两 算了 较瞬前我可以少要一些 四十两 不能再少了 总共九十两银子 此事可成 否则面谈了 哼 罢了 我向我那些大舅哥小舅子们 筹一下银子吧 警长你把地器送来 我就可以把九十两银子给你了 哼 孝子啊 听说你最近在捣咕着什么稀奇百亿 赚了不少钱吧 嘿嘿 没啥 也就是赚了一点血汗钱 是吗 我听闻城里人现在都在用什么香皂肥皂 这些就是你捣咕出来的吧 不错 不过每一块也只能赚十文钱而已 我们还得耗费那么多人力物力 这段时间赚来的钱都还买不下这一块地啊 我太难了 天儿 你送我一块肥皂和一块香皂吧 我拿回去好用呢 会帮你宣传宣传的 啊 这那行吧 还望庭长真能帮我宣传一番才好 唐老弟 听闻明日你们要前往齐州 我想跟着随行 你的生日还没痊愈 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唐老弟 从青阳县往齐州有两天的路程而途中多盗费 我的伤没有大碍了 不能让我待在家里吃白饭呢 我来护标吧 我且 到了齐州 那地头我熟 可以带你们找到好卖货的地方 呃 那好 就有劳洛兄了 你我兄弟之间就不要客气了 这天晚上 唐天奥就亲自试用自制的蚊香 果然 蚊香一点 在无蚊虫打扰他睡觉房间里 也几乎不见蚊子飞来飞去的 啊 相公 你真是个奇人啊 竟然能置出驱蚊 哦不 不仅驱蚊 还伤闻的蚊香 这也太神奇了 哈哈 靠着这种蚊香 我们又多了一种赚大钱的宝贝了 那 这蚊香一盘要卖多少钱呀 相公 我们制作起来也不容易 一盘怎么说也应该卖 卖十万吧 这种蚊香成本虽低 但也不易制作 我觉得如果买给普通人的话 这很难赚到大钱 所以我决定 还是面向富贵人家售价 应该可以达到五十文一盘 哇 比起他们用的熏香 我们这蚊香效果 好了不知多少倍 而且还不像熏香 那般令人烦闷 等到我们赚了足够多的钱 再多开一些工厂 生产制造蚊香 薄利多销 到时候就可以考虑 面向普通人了 好吧 我无条件相信相公的判断 谢谢娘子的信任 相公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如相公 你这般尊重女人的 那是必须的 因为你们都是我的老话 相公 云盘山的人来了 杨碧薇的话音刚落 就听到外面有刀镜交鸣之行 相公 你快点 骆大哥和云盘山的人动起手来了 啊 骆兄 霍兄 都是自己人 请住手吧 唐老板 没想到你府上还有这样的高手佩服 这是骆兄高义 愿意留在寒舍 你的枪很沉啊 搞得我虎口都发麻了 哈哈 骆兄武艺高强 今日我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小弟自叹不如 哈哈哈哈 哼 你打算什么时候迎娶我 等我为你们开了标局 让你不再背负山匪的身份 让你以一个标局总标头的身份 风风光光的嫁给我 这样好不好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好 我等你 嘿嘿嘿 娘子们 做早饭吧 我们装好货就要出发 相公 饭菜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唐天奥点点头 开始装货 这一次去齐州他准备好了香道与肥道的三万块 只要销售完那就会放账一万三千五百万 香道与一万三千五百万 相公 你可一定要平安归来啊 嗯 你们好好在家 等我回来 嗯 唐老弟再往前行二十里 就到了飞虎寨的地盘了 啊 飞虎寨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厉害的人物 飞虎寨寨主教红武功深不可测 我都没有把握胜过他 再加上他麾下还有四大高手 各个武艺不俗 飞虎寨就是残害我爹娘的凶手之一 娇红是我们产州境界第一汉匪 曾经一个人从上千官兵的包围当中杀出而毫发无损 武功之高令人惊叹 啊 他手下的飞天猫 旋风刀 花蝴蝶还有笑面虎 武功都不弱于我 那他们有多少人 少说也有三百余众 如果我们在第一时间干掉焦虹和他的四个手下的话 你们击败那些拳罗应该没有问题吧 只要焦虹与他的四个手下一死 那些小拳罗第一时间想做的就是投降与逃跑 那好 出其不意之下 我们干掉焦虹与他的四个得力手下应该不是多大的问题 我怕的就是对方人太多 唐老弟 你有什么办法吗 洛兄莫己 也别担心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的丑兄弟帮助你今天就报了 这是旋风刀与笑面虎 焦虹与另外两大高手没有出现 唐老弟 你先别出手 待我上前掀嘎了旋风刀与笑面虎 这样焦虹才会出现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从此路过 留下买路财 又是这几句 没有一点新意 你们两个找死是吗 看爷爷的狼牙棒砸碎你们的狗头 你 你是谁 怎么会有如此伸手 你的对手是我 哼 有两下子 爷爷来回会你 相公快看 那个人就是焦虹 在他身边的就是飞天猫与花蝴蝶 好 等下我们再靠近一些 最好是二十步 甚至是十步范围之内 再一起出手 偷袭娜娇红 骆少琴 你这漏网之鱼竟然出现了 非常好 今天我就攒了你 骆兄且慢 别冲动 你 你们 这一下 所有权罗都吓破了呢 连山寨都不倒了 直接四散跟逃 走 我们进山寨抄了他们的老卧 唐老弟 这些劫匪的宝库还没有被搬走 里面至少有五万两白银 一千两黄金 还有一些珠宝首饰 这回咱们发了 哈哈哈哈 那就大家一起 所有的财务应该按此次杀强盗的功劳来分 都错 这一次如果没有唐老弟的秘密武器 别说是斩杀骄红了 我们恐怕都得交代在这里 所以唐老弟在这一战中鞠躬之位 不敢 这都是大家通力合作的功劳 大家看这样如何 把财务分为五份 唐老弟与你们云盘山各占两份 我拿一份 诸位认为可不可行 好 就这么办 大当家的 我们发现有一处偏防关押着几十个女人 看样子是被抢上山来的 将他们全都放了吧 很快 一群衣衫不整头发凌乱的女人跑不出来 谢谢 谢谢好心人救了我们 那人啊 我们给你们磕头了 你们现在自由了 各自回家去吧 虎债的盗匪们已被我们打跑了 不过你们下伤后也还是要小心一些 小心被刘寇所解 谢谢 谢谢跟公救命之恩与馈赠 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我的亲人都被那些天杀的强盗给害了 我以后能跟着恩公 给你为奴为婢 当牛坐马都可以 我也是 我也愿意跟着恩公 还有我 我家人都在桃荒当中了死了 请恩公收下我们吧 相公 就收下他们吧 呃 那好吧 就这么办吧 你们随我回去吧 趁着夜色 我要去报仇 我的另一个仇家也是在齐州城开武馆的 当初他就是为了打压我爹 所以才勾结飞虎债杀害我爹女 此仇 不能不报 洛大哥 你从家还有厉害的高手吗 威元武馆的馆主就是草包一个 连我都打不过 更加不是我爹的对手 要不是他勾结飞虎债的人 趁我们全家外出的时候伏击我 他们也未必讨得什么便宜 洛兄 我们帮你异法吧 对 以我的武功 对付区区一个威元武馆完全不在话下 去人多的话粉而不好 撤退不并 惊动官府就不妙了 真的没有问题吧 放心吧唐老弟 你借我两只闭弩就行 等灭了威元武馆 我可以把我的家的武馆送给你们当标局 给我一个总标头当当就行了 那再好不过了 不过你家的武馆我还是得出钱买下来 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唐老弟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再说我自己当总标头了 这不还相当于是我自己的地盘吗 你我兄弟之间 本当如此 相公 你不必担心 骆大哥武功卓绝 他一定会没事的 是啊 相公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骆大哥那么厉害的人 相信他一定可以报仇归来的 我知道了 两位娘子 对了 英哥 你去打一盆水来 我试试我的新发明 嗯 好的相公 天啊 这是 这是兵啊 相公 你这是在造兵 造兵这么简单的 两位娘子可千万别把秘密泄露了出去 因为咱们又可以靠着造出来的兵大赚一笔钱啊 专卖给那些官僚与富商 嘿嘿嘿 哦 相公真乃谁人也 也许我们看到你的才华 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啊 嗯 相公能在一个月之内赚到万贯之财 实非凡人啊 呵呵呵 两位娘子谈吞不俗 似乎是书香门第出身啊 祖父本师秀才 奈何领老也没能考上举人 不过自幼祖爷也教我识文段字 我也读过一些诗书 那也懂几分道理 家父原本是县当过县城 但因看不惯县令贪赃王法的行为 向周府高发过县令 结果反被罢了官贬为庶人 家父终因此郁郁而终 抱歉了 允儿 触到了你的伤心往事 相公无需如此 家父先是多年了 允儿如今有了相公 不会活于过去的阴影中的 嘿嘿嘿 唐天奥将冰块放在床头 房间里也凉派了不少 当唐天奥依然没有睡意 他还在等待着洛少君归来 终于足足等了一个半时间 可是洛兄归来了 唐老弟 是我 洛兄大仇得报了 不错 这还得多谢唐老弟 借给我的武器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这么顺利 洛兄这就见外了 这是我在威元武馆 搜到的三万两名片 今日大仇得报 也是唐老弟救了我的命 还借给我武器 请唐老弟收下吧 不可 万万不可 洛兄你若真把我当兄弟 那这些钱你就自己留着 等明年官府配发老婆支持 你也领一群老婆回来 你也是需要养家的 唐老弟还真是性情重人 重义舒财 洛某人能得你这么一位兄弟 当真是三生有幸福 洛兄 你一身高绝的武功在身 不知道是否可以教教我呢 我的命都是唐老弟的 若唐老弟真想习武 我定亲能相受 这是我家传的风雷剑法 以唐老弟的聪明才智 想必将来一定能不会弱于我 谢谢洛兄 客气了 夜已深 就不打扰老弟和地内休息了 次日 唐天奥就买下了一家铺子 一共花去了三千两盆子 有了这间店铺 就能做更多的事情了 下午 店铺就干出了一件轰贡全城之事 无数人围拢过来 看着店铺之内摆放着的几大盘冰块 不敢相信眼前所见 哇 小哥 这当真是冰块 老板 且酷暑是怎么弄到冰块的 我家老爷存在地窖里的冰块 都快要完全融化掉了 掌柜的 这冰块怎么卖呀 这笛的确却是冰块 半点不假 摸起来很硬 应该要一天一夜才能完全融化掉 老板 你快说这一盘冰卖多少钱吧 七月酷暑 制冰的成本太大了 所以每一盆冰至少要一两银子 这还是现在的价 等到八九月份 你们家里地窖中再无藏冰时 我的冰价还要上涨 哥哥 一两银子一瓶是不是贵了点 哼 没钱你就让开 小哥 给我来五盘 没问题 但装冰的盆你们可得自己准备呀 或者去买一个布袋 来装也是可以的 行行行 鞋对面就有布袋卖 我这就去买 有人牵头 顿时众人就行动了起来 不少人去买了布袋馆 卖下一盆盆冰块 乐呵呵地回家去了 半天时间 在唐天奥与洛少军的坐镇之下 硬生生卖出了两千银 两千两银子入账 齐州远比八县青阳县这些地方繁荣 所以生意也比县城要好上很多 看样子我们可以提前回青阳县了 老公今天入账一万两银子 老公你真厉害 明天没有那么忙了 正好我捣鼓一样 新奇玩意 再狠赚一大笔 我忽然来了兴致 我也想参加县 先弄个铜声当当 再过两个试相试 到时是后再弄个秀才 当了秀才就不用纳粮了 可以开垦大量的土地自由种植了 哦 咦 唐大铁匠 你竟然也来参加县市 哈 李公子 这县市人人皆可参加吧 哈哈 据李某所知 你连学堂都不曾上过几天吧 你不好好在家里打铁 来这里凑什么热闹呢 铁匠呢 儿子 连铁都打不好 还想走势图 可别考得倒数第一名来丢我们清风阵的脸 哈哈哈哈 呵呵 你们先别嚣张 万一我的成绩比你们还要好呢 那时候你们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哈哈哈哈 就你 扁蛋大的字都不识的一螺框 你也配合我们笔 哈 敢赌吗两位 就赌我们谁的成绩好 我一个赌你们两人 我要是成绩输给你们任何一个 你们就给我一千两银子 而你们两人成绩都比我好的话 我便给你们个一千两银子 如果我剩你们其中一人 又输其中你们一人 大家算是打平了 如何 有没有敢赌 卧槽 一千两银子 你这个出打铁的有那么多钱吗 唐天奥直接拿出两张银票 正好一张一千两 哈哈 废话就不多说了 银子你们也看到了 敢不敢赌 当然善意提醒一下 你们要是敢赌 那就是准备给我送钱 所以你们最好还是别和我赌 哼 你这小子领了十个老婆 竟然还发财了 是不是你的那些岳父岳母 或者大舅哥小舅子送给你的 哼 这个你们管不着 找废话要赌就痛快一些 好 那我就跟你赌了 可敢立下字句 如此甚好 我还怕你们两个最后赖账呢 于是三人就在县衙门前写下字句 摇手按了指印 一事三份 各执一份 此事引来许多人的旁诺 相公 考得如何呀 嘿嘿 放心吧娘子 区区一名同声 我还是能轻松拿下的 嘿嘿嘿 我相信相公一定能考出好成绩的 我已经盘下一家店铺了 位置也好 就在集市最热闹的地段 哦 辛苦娘子了 嗯 不辛苦 以后在青娘县的店铺 就交给娘子和大舅哥坐镇吧 店铺二楼还有三间房 相公也可以到店铺歇息的 嗯 我知道等以后一切都稳妥之后 大哥自己一个人打理店铺 娘子还是可以时常和我待在一起的 相公 看你春风得意的样子 现实一定考得很好吧 区区现实而已 我高兴的不是这个 而是看到了我们未来的美好生活 嘿嘿嘿 这一切都是相公的智慧带来的 相公实在是聪慧了 嘿嘿 娘子过奖了 这也更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相公 我觉得我们姐妹还是太少了 已经有些忙不过来了 飞虎站来的八名女子 姿色都还不错 相公你该考虑考虑在那几房了 啊 嗯 那个纸篮啊 此事得看缘分啊 再说吧 相公 他们几个可都还是出自之身啊 是刚被飞虎债抓上身去还没有被祸害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有你们十个还有杜小玥就足够忙了 再多的话 以后你们十天半月也轮不到一回 可别怪我啊 可是我们是真的很忙啊 A是无所谓但人手不够很多事情做不了的相公 我还是建议相公多多纳切 是自己人才能放心把一些事情交给他们做吗 以后随着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 自己的十一个女人都忙不过来 涉及到生产配方等问题 自然得是自己人才可以接触 哪怕是自己的大舅哥小舅子都不能不防着 我考虑考虑吧 嗯 文香在奇州非常的畅销五十文一盘供不应求 还有冰块同样是供不应求 每次带的货一到奇州第二天就会卖完 看样子得加大生产数量才行啊 这才一个奇州而已 要是以后再发展到别的州 市场之大无法想象 我的老婆好像的确有点少啊 啊 要不是美人 飞虎债那火强盗也不会冒着杀头之罪将他们掳上山 那个你们 恩公我们怎么了 是不是活干的不好呀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恩公 你怎么脸红了呀 没有想到恩公一个大男人竟然还会害羞 哥哥哥 太可爱了 恩公年纪不大 但是智慧天下无双 真是个神奇的男人啊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可愿意做我的小妾 恩公说什么 你想要我们做小妾吗 不错 你们谁愿意的话就站到我右手边来 恩公 我们都愿意做您的小妾 谢谢恩公愿意纳我们为妾 好 我会找一个好日子 为你们还有我先前的十一位妻子一起举办一个盛大的婚宴 谢谢恩公 我不对 是谢谢相公 谢谢相公 今天就是现实放榜的日子 迫切想知道成绩的学子 一大早就前来门前等候了 唐天奥 你带好银俩来了吗 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们 赌具壳在这里有诸多学子作证的 你们如果输了会赖账吗 笑话 我们怎么可能会输给你一个臭铁匠 睁大眼睛看好 我的赌注背好了 你们哪 有种拿得出来看看呀 或者说你们太穷了 根本就拿不出银票 哼 臭铁匠 我们怎么可能没有钱 只不过现在身上没带那么多罢了 但只要你赢了 我们马上去取银子 哼 借口 你们要么是赌定自己不会输 要么就是输了 也根本没有打算把打赌的钱给我 哼 张兄 你身上带银子了吗 带了的话我先跟你借一千两 张兄 我也想先借一千两 等放榜了 这小子输了 我们马上还给你 没问题 我也想看看你们打的赌到底谁输谁赢 哈哈 臭铁匠 这回你没话说了吧 很好 等下这银票就是我的 老子真恨不得把你两耳光 嘴硬是不是 敢对我们主人不敬 找死了 出来了 快看 放榜的人出来了 中了中了 我成为同生了 哈哈 我也上榜了 下个月就可以参加相试 你得一个什么剑 这是最末的一张榜 成绩也就刚刚合格罢了 能上榜就行 哈哈 我也上榜这张榜上没有表哥你的名字 想必你是前两张榜上的优胜者啊 这张榜上没有唐天奥的名字 看样子这家伙是真的落榜了 哼 就凭他一个臭铁匠 凭什么上榜 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榜上有名 还能赚到一千两银子 今晚上说不得就要去青楼大罪一场才行了 哈哈 相公 我相信你一定能上榜的 一定 嗨 不必担心 我也不相信自己上不了榜 除非批阅考卷者是个文盲 嗯 这时 第二张榜也切了出来 哈哈 我也上榜了 吓我一跳 现在可以放心了 哈哈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凭我知所学 没理由连小小童生都考不上的 啊 表哥 你真的在第二张榜上 你的成绩中等天上啊 排前五呢 哈哈 也就是一个现实而已 我没有认真对待 感觉能通过就行了 我要把最好的才华发挥到相识中去 表哥就是表哥 我相信你一定能考的秀菜的 你加把劲 考的秀菜应该不难 小弟知道了 哈哈 唐天奥没有上这第二张榜 这次注定是落榜的 他哪来的资格与表哥 你同上一张榜啊 说的也是 咱们的一千两银子稳了 今天晚上必须好好的乐呵乐呵 哈哈 哈哈 娘子 不必紧张 就算真的落榜了 也没有什么 此前 我都未曾看过书 不参加现实 也就是一时兴趣 玩玩而已 玩玩而已 就你这臭铁匠 大致不识几个 就算给你看书 你看得懂吗 是 小子 现在该拿一秒出来了吧 你可真是个好人哪 赶着送钱给我们兄弟俩发 这不是还有一张榜没贴吗 你急什么 你不会觉得你能进入一甲吧 一个臭铁匠也敢换向自己进入一甲 老子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了 相公 一甲的榜贴出来了 拿银票来吧 臭铁匠 快点的 我们还要赶去青楼喝酒呢 中了 相公 你是第一名啊 臭铁匠 你不会是魔证了吧 你们夫妻在这里说什么梦话 就是 还说是你们眼花了 就你还能考上第一名 真的太适了 是你们没有勇气 面对现实吧 难道你们都不敢回头 看一看一甲榜单吗 用得着看嘛 就你还能上一甲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是遇上同名同姓的人了吧 第一名 这 这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臭铁匠怎么可能是第一名 那个 官差大人 这唐天奥是不是清风镇的那个唐天奥啊 当然 本次参考者只有一人名叫唐天奥 清风镇人士 有什么疑问吗 怎么样 我就说你们输不起嘛 如果你们不把读书了的一千两银子 给我也没有关系 只是从此以后你们在读书人的圈子里 名气就臭了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你一个臭铁匠怎么可能考的第一名 作弊 哥 你一定是作弊了 你们胡说八道什么 敢怀疑考官的正直 你们果然说不起 要不我们再赌一场 八月的乡试论输赢 赌注还是一样 输了不要有任何狡辩 赶不赶接 赌就赌 这次你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我不相信你在乡试中还有那么好的运气 或许你写诗有一首 但乡试可不是这么简单的 不光是考试词歌赋 喝 我也跟你赌了 先把我们这一丝的赌句撕了再说 哈哈 敢赌就好 就怕你们输不起 小子 等着瞧 乡试上我们一定会击败你的 哈 相公 你就这样赚了两千两银子 真是太厉害了 这位唐公子 我们现太爷有请 请唐公子一步府上喝一杯清茶 哦 唐公子 你在县世上写的两首诗课真是妙啊 短短几十个字 却将天下百姓的艰辛写得淋漓尽致 这两首诗足以名传千古啊 大人过奖了 我听说唐公子还研制出了肥皂 香皂还有纹香 一点谋生手段罢了 上不得抬面 哦 现在全县都在夸赞唐公子制作出来的肥皂香皂好用 纹香也格外的神奇 小小一盘纹香竟然可以熏杀蚊虫 真是不得了 只要大家认可 我的产品就好 不胜感激啊 唐公子本官对你的才学十分的钦佩 你若不嫌弃的话 我们一劫金兰如何 啊 大人都不嫌弃草民 草民又怎么可能嫌弃大人 哈哈 太好了 那以后你就叫我一声大哥 我叫你一声二弟 如何 恭敬不如从命 哈哈 大哥请受小弟一拜 二弟客气了 哈哈 大哥的经历原来如此曲折 这为人正直就是难登高位啊 二弟说的太对了 人性之复杂 卫兄这些年算是领教了 今日能与二弟这样的人才结交时奈人生快事 大哥过奖了 以后在青阳县就靠大哥多多关照了 咱们兄弟之间相互帮助吧 几位贵客想要什么呢 我想看看你们万宝楼中的琉璃 哈哈 几位这边请 我们万宝楼的琉璃那可是相当有名的 有一尊琉璃马 有人开价十万两银子掌柜的都舍不得卖出去呢 还有一尊琉璃鹰 十五万两银子掌柜的都不卖 不过有一位官老爷看中了 说是准备十八万银子 你们掌柜的在不在楼中 我们掌柜的在楼上休息 如果贵客看中了哪一尊琉璃珍品 我们掌柜的自然会亲自下来与贵客商谈的 伙计让你们掌柜的下来 我们就谈琉璃的买卖问题 好了 请贵客稍等 我马上叫掌柜的下来 客官 请问您要买哪一尊琉璃珍品呢 掌柜的 你这尊琉璃琉雄鹰真的要十五万两银子才肯卖 这么大一尊琉璃可媲美皇宫的珍品 十五万两银子可以说是良心价了 当真一文都不能少 少不了 而且这尊琉璃鹰已经有人预定了 所以您给多少银子我都没有办法卖给您 掌柜的 那你且看看我的这些琉璃珍品又价值多少 这 这 竟然有这么精美的琉璃制品 这种手艺实在是太难得了 这一尊凤凤凰堪称绝品啊 想不到我还能看到这等西式之宝 真的太神奇了 嘿嘿 掌柜的 就不看看这几支琉璃杯吗 要是有葡萄酒放入酒杯中就更妙了 哦 妙 真是妙啊 这种样式的琉璃杯可谓别具一格 设计精巧而美观 水一般的透明 美酒置入其中 有如空中结晶一般 比起寻常所见的酒杯更具美感 张武 你去打一盆清水来清洗酒杯 再把我的那瓶西域美酒拿来 是 掌柜 哇 倒饭杯最佳 倒满了反而不好观赏 小兄弟果然是妙人 美极 真是美极啊 既美观又实用 这琉璃杯真是好东西啊 来 小兄弟我们干了这一杯 哈哈 用这种杯子喝酒 感觉酒都更加香醇了一些 真是痛快 嗯 掌柜有何心事 这样的是真品好是好 但能买得起的人太少太少了呀 如果是在京城 那就不用顾虑这些了 以掌柜的眼力与经验 觉得我的这些琉璃真品价值几何呢 实话实说 小兄弟的这些琉璃真品 主要盛在造型与样式 但论材质的话 老哥 我觉得还是有些不足 如果小兄弟真要卖的话 这最好的琉璃凤凰 可卖十万两银子 这些琉璃杯 每尊可卖两万两银子 而这诗与虎 每尊五万两银子 哇 多谢掌柜的直言 那这些琉璃 我便卖给掌柜的如何 后续我还会有其余的真品供应 这个 这是我给你孤的价 没错 但你以为样的价卖给我 我又如何赚钱呢 那掌柜的觉得该当如何 这样吧 这些琉璃真品总价值三十万两银子 小兄弟 你让利十万给我 我以二十万两银子买下这些 再想办法卖出去 你看可行 掌柜的你一下子就要分三分之一的毛利 而我们去掉成本之后 赚的还不一定有你的多 这样怎么行呢 不行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想要将这些琉璃卖出去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甚至不比你们加工制作琉璃轻松 哎 掌柜的 你估计我觉得还相当重肯 但这压价嘛 将来我还有很多很多琉璃真品 我也未必一定要在其中找买主啊 小兄弟 我也真不是故意压价 实在是想要将琉璃真品卖出去 非常艰难呀 这样吧 我再让两万两银子好了 这样总行了吧 只是希望小兄弟日后与我们万宝楼 多多合作 真诚合作 哈哈哈 罢了 就当我们交一个朋友吧 这些琉璃 我以二十二万两银子卖给你了 爽快 那我们再干一杯 相公 你凭一己之力短短数日就赚了二十万两银子啊 相公之才 当时难有能忘其向背折眼 相公 你简直就是下凡的神仙 太有能耐了 哈哈 娘子们就别再夸我了 要不然我都得飘上天去了 对了相公 这条街拐弯处有两处宅院无人住 据说之前都是大户人家 但犯了事 两家人死的死 流放的被流放 冲军的冲军 宅院被官府封了 我们正好可以买下来给标师们歇脚 老住客栈也不是办法呀 那就买下来吧 相公 罗大哥说他的家也收拾得差不多了 等你相识之后就可以正式挂牌开标局了 哦 等我相识成了秀才 我就为你们姐妹一起办一个隆重的婚宴 哦 相公 爱你嬷嬷嬷的 相公真好 哈哈哈哈哈哈 唐天奥 这次我看你还怎么样赢我们 那一千两银子我们赢回来定了 信唐的 县师考的金金只是文才而已 而相识可不一样 还包括法令 算术 文才 书法 政论 这回我看你这处铁箱怎么样 县师你或计走了狗屎运班来 别人的诗歌相识一定会将你打回原型的 县世前你们也是这么自信的 等着吧 我的银票贷齐了 你们的了 别告诉你又没贷 哼 你放心 我们以赌书人的人格发誓 只要你能赢 我们保证不赖账 相公 我相信你一定行的 相公 千里就好 别给自己压力哟 两位娘子请放心 我考的再差 也不至于连一个秀才都考不上 嘿嘿嘿 我又来了 唐天奥 臭铁匠 给老子闭嘴 我警告你啊 不要那么拽 银票准备好了没有 拿出的三万两银子 再在老子面前装大爷 傻子 所谓钱财不露白 你以为我们都像你一样拿着钱财出来炫耀吗 那就用不着 你们操心了 给老子安静的等着放榜就是了 唐老弟 你真有把握上榜吗 不敢说有绝对的把握 但我觉得应该不是问题 唐老弟若真成了秀才 好处多多啊 我也是看中了这点 所以才会参加考试的 如果以后唐老弟再中举得了功名 再加上唐老弟这么会赚钱 将来定然会负甲一方啊 即便中不了举 当一个大富翁也肯定没问题的 相公 方榜的官差出来了 哦 相公我们也去看榜吧 不急第二张榜还没出来呢 这末流的榜就没必要看了 嘿嘿嘿 相公说的也是 以相公之才 最差也得上次等榜呀 太好了 我终于上榜了 总算不辜负我爹娘的期望啊 我也考上秀才了 我娘子一定会为我自豪的 哈哈 这回我家不用纳粮了 感谢上天保佑 感谢祖宗保佑啊 我也中了 哈哈哈哈 没有我的 怎么会 也没有臭铁匠的 哎 看样子我真落榜了 表弟 不用灰心 三年之后你一定可以考到秀才的 臭铁匠也没上榜 我能把那一千两银子拥回来了 哈哈哈哈 这个 先看看第二榜再说吧 相公 第二榜出来了 咱们去看看吧 相公 没事的 以后还有机会 是啊唐老弟 你几乎就没看过书 三年之后你再来考的话 一定能考上秀才的 啊 你们干什么 我同样也只是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来参加考试的 我没有那么在乎结果 再说了 还是还有头榜 没贴出来吗 哈哈哈哈 我听到了什么 你这个臭铁匠还想着考入前三名 你从哪里借来的勇气 真以为相识会像现实那么简单啊 真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 哈 哈 你啊 这不可能啊 这 相公 你竟然是戒员 啊 唐老弟 这回我是真的服了你了 看样子我还是远远低估了唐老弟的财血啊 走 唐老弟 咱们喝酒去 好 不过去喝酒之前 得把赌注要了才行 哈 你们可是以读书人的名誉 启示过不赖账的 现在把银子拿来吧 银子 没带在身上 得有时间我们会送到你家里的 那就是想赖账了 是不是 哈 唐天奥 我也中了秀才来年 是要参加会试的 我不会让这件事影响我的名声 银子我一定会给你 先告辞了 咱们去哪里喝酒 当然是青楼了 神 什么 相公 你尽管去 反正你想要那多少借我们都没有意见 恩恩 我明白 放心吧 娘子 各位老爷 各位公子 各位贵宾们 今天的诗会正式开始了 今晚作诗能夺魁者 就由我们的花魁陪伴一夜 请诸君多多努力哦 这花魁果然不错啊 虽然称不上碧月修花尘于落叶 但也差不了多少了 若兄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帮你做两首诗迎来花魁 啊 这个 听起来很难让人拒绝啊 不过我一介五父那会什么诗词歌赋呢 我可不想欺骗一个女人 还是算了吧 嗯 烫 好极了 如此美人 应得我诗心大心呀 且看我为美人复诗一首 笛墨伺候 唐老弟 你为何不动笛 以你之才 我觉得今晚花魁只会属于你啊 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万一真的赢得了花魁的一夜 我都不好跟我的娘子们交代 非夜非夜 据我所知 这花魁只卖意了 你应回来让我们哥俩好好听他弹唱跳舞声 岂不美哉 哈哈 若是如此 倒也使得 这是刘文刘公子写的美人银 红肠飞舞仙妖妞 一贫一笑射心魂 卢若懒香入莲诈 纵死花下又何妨 刘公子过让问菜高卷 写得太棒了 真是写出了牡丹花下死做鬼夜风流的心情啊 下面这首诗可是咱们齐周第一诗才 欧阳克公子的佳作 大家一起来欣赏吧 欧阳克 竟然是他 没有想到今晚连他都在唱 那这华魁今晚一定是佩他的了 我也早就听说过欧阳和公子这产洲第一诗才知名 想必今晚又是一首绝妙的诗歌问诗 是啊 欧阳公子可是叹花 极善作势 不过听说现在回齐周当了公草 算得上是年轻有为啊 咳咳咳 武士随风散复收 歌声寺庆韵还忧 迁回复节填词处 娇眼如波入并流 其主第一诗菜 果然撩得 多错 欧阳公子的诗果然不是浪得虚名人 欧阳公子的才名如雷挂 今日有幸得见尊荣 更是亲眼目睹欧阳公子的星座问诗 何信之有啊 多谢诸位台爱 多谢诸位谬赞 在下愧不敢当呀 这欧阳克以诗才名正其周 为人也还不错 是个人物 他为官清廉啊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就是从来没有听人诟病过的 欧阳公子的诗已出 睡欲整风啊 哈哈 今满的花魁属于欧阳公子了 诸位莫要如此夸赞在下 这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在下这点文才 又岂敢溃领着第一呢 只受今晚上 在这里无人弄于欧阳公子降臂啊 呵呵 那也未必 还有诗词未念呢 请继续念诗词吧 彩绣阴行捧玉中 当年叛阙醉严红 五滴阳柳楼心悦 搁进桃花扇底风 过头流逼 好写的太妙了 真是高手 从别后一相逢 几回昏梦与君同 今宵圣把音刚照 有孔相逢是梦中 好词完全不输 欧阳公子的诗啊 实话实说 这首词要比欧阳公子 写的诗有美一些 唐天奥写的 唐天奥 这不是相逝的戒缘吗 对对对 就是他 难怪刚才我听着 这名字有些耳熟 原来是本字相逝的戒缘了 如此看来 本字相逝戒缘 也是真正的青年才剧啊 这首词 无论是词本身还是书法 兼是天下一绝 好好装表起来 公事人心上吧 欧阳公子说的是 包括欧阳公子的诗也是一绝 我也要装表起来 我的就不用了 与这首词相比 我的诗根本算不得什么 这欧阳课倒也光明领络 敢于承认别人的优秀 并不是一个自负之人 唐天奥 唐兄 何不站出来与我等供饮一杯 欧阳兄 在下便是唐天奥 久仰欧阳兄大名了 哈哈 唐兄果然一表堂堂卓尔不乏啊 我这其周第一师才致命的让位了 唐兄又是此次相视界缘 当真了不起 我也相信来年唐兄必定重举 咱们干一杯如何 欧阳兄合不过来 同桌共饮喝个痛快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小女子宋依人见过唐公子 欧阳公子 宋依人 好名字 今晚上你就属于唐兄的了 哈哈 才子佳人 再有这孤天一词流传 定是一段佳话呀 小女子愿意以所有的积蓄为自己赎身 然后追随唐公子 不知唐公子是否先弃小女子曾沦落于这封城之中 请唐公子相信 小女子至少依旧是完毕之身 好 太好了 唐兄之才 彻底征服了家人芳心 必定伴随着这孤天一词而流传干部 唐老弟 你不答应的话 哥哥就要纵你一顿 唐公子所作之词 依林小女子瞬间彻底爱上了你 所以小女子为了自己的幸福 不惜不上罪一回 唐公子嫌弃小女子是青楼出身吗 宋依人出身青楼却还洁身自爱没有用自己的青春去换取财富 这种出于你而不然 看尽繁华而不乱心智的品性 就不知道比二十一世纪那些经历过很多男人 还要天价彩礼的女人多少好了多少倍 宋姑娘 并非是我嫌弃你 而是我家中娇妻成群 你要是想跟着我 就无法独享我的爱 所以还请宋姑娘三思 只要公子不嫌弃我 我依旧决定自赎之后跟随公子 啊 这个好 能得美人青睐 我也不必洋装清高 说今我来出如何 不可 唯有我自赎 才可让心灵也轻轻买白地跟随公子而去 好 一个才高八斗 一个艳冠群方还有情有义 我们这是见证了一段佳话呀 老鸭何在 你可不能辜负了在座各位的期盼 也卖给我三分薄面 同意宋姑娘自赎吧 既然欧阳公子都发话了 咱们也得给借人几分面子 我同意了 谢谢妈妈 这银子无关依人之事 就当是今天我们来天香楼玩得开心 而给你的打赏吧 哇 相公 奴家从此以后便跟随于你了 好 我唐天奥定然不辜负于你 许你一生荣华富贵 奴家从此以后生失相公的人 死失相公的鬼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走吧 在齐州我暂时没有家 只有一家店铺 嗯 有像旺在的地方就是家 哈哈哈哈 娘子真会说话 想不到唐老弟第一次逛青楼近年 就赢得了如此家人 果然有人才 知人老天都在见的 若兄一生无异 将来也一定能遇上角色美人 倾心于你的 或许吧 对了 你练得怎么样了 惭愧 就练内功心法 才刚刚找到窍门 见招练了个半熟吧 啊 你真的摸到内功心法的窍门了 只是刚刚摸到而已 还没有修炼出什么真气呢 卧槽 疯了 没想到唐老弟不仅门才了得 我学天赋也是如此出众 要知道当年我可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才看看摸到内功心法的窍门了 你这才一个月不到呢 比我当年强多了 若兄过奖 或许我是出类旁通吧 但天赋并不是成功的主要原因 最主要还是能吃得了苦 能持之以恒才行 相公 这就是你的店铺 不错 正是我的 原来香皂肥皂这些新奇的东西 竟然是从相公的店铺里卖出去的 不错 你跟了我 接下来可能有一段时间 得帮忙干一些粗活了 嗯 相公要我当牛做马 我的乐意 干点货又算什么呢 让我吃闲饭的话 我才吃不安稳呢 哈哈 走吧 进屋去见你的几位姐姐 这里有三位 在我的家里还有十几位 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嘿嘿嘿 原来相公不仅是文才无双 还做着这么赚钱的生意 妻妻成群已就不足为奇了 我去 相公 你去一趟青楼竟然还带了一个美人回来 嗯哼 见过三位姐姐 还望姐姐们日后多多关照 既然是我们的姐妹 那就是一家人 不要客气了 妹妹先到房中休息吧 我们再自己盆冰然后再陪你说话 有什么活我能帮得上忙的呢 姐姐们都在忙 我闲着怎么行 那行 妹妹帮忙将房中的冰搬出来就好 嗯 汤公子 没有想到你竟然还是今年其中相识的借员 能与你成为生意伙伴 不胜荣幸啊 哈哈 掌柜的过奖了 不必因为我的一些虚名而影响做生意 我的商品该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 哈哈 汤公子所言极是 不知今天汤公子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真品呢 哇 汤公子 这新制作出来的菩萨与佛祖 每尊十五万两应则如何 行吧 咱们是长期的合作关系 我相信神掌柜是诚心与我做生意的 欧阳兄怎么来了 真是稀客呀 哈哈 汤兄 我突然前来叨扰 还请见谅 欧阳兄客气了 不知有何是值得欧阳兄亲自大驾光临呢 里面请 唐兄果然高采 不仅文采无双 连香皂肥皂纹香之兵这些都是你弄的 佩服了 这些可都是日进抖金的大生意 让欧阳兄见笑了 都是一些小粉生意 而我得养上百口人呢 哈哈 唐兄 我自次前来 是想邀请唐兄同往京城参加七国试会的 东岛 东宇 西方 贝湖 北梢 南蛮六国前史入我大夏 击溃我大夏 真是欺人太甚 啊 从齐州前往京城 来回怕是得一个月的功夫 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啊 唐兄多虑了 因为七国试会正好是在明年春天 也就是你们会试期间举行 唐兄是要去参加会试的 到时候可就是顺路了 哦 若是如此 那倒可一试 太好了 有唐兄参与 必定能为我大夏国争光 让那些蛮嚣张不起来 陈蒙欧阳兄抬去了 唐兄是有真才实学的 何来抬去之说 你就不必谦虚了 嗯 于兄上有功务在身 就得回去了 欧阳兄慢走 告辞 改天我再邀请唐兄到府上 好好喝杯酒 我一定到 欧阳兄可是有什么心事 实不相瞒 我的未婚妻得了金创镜 卧床不起多日了 只胖 这个为了欧阳兄的幸福 不如让我试一试 看能否治好你的未婚妻吧 啊 唐兄还懂医术 略通一些皮毛 有一些偏方 欧阳兄你得帮我去准备 哦 欧阳兄 这里莫非是知府大人的家 真是 于兄姓的慕之府赏识 所以将慕家大小姐慕 晚月许配与我为妻 啊 恭喜欧阳兄 能成为知府大人的成龙快婿 这得先制好了 晚月再说啊 唐兄快请吧 太夫 我女儿究竟如何了 哎 对不起了慕之府 这今创境 我无能为力啊 据我所知 当是无药可治 哎 姐姐 姐姐 你醒醒啊 都怪我不好 要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会受伤的 姐姐啊 岳父岳母 我带了一位医师来了 啊 他就是此次相识的戒员 唐天敖 唐兄懂得一些偏方 就让他为婉月之一致可好 小生见过知府大人 知府夫人 还有小姐 原来你就是唐天敖啊 你真有偏方能治小女 小生有义偏方 或许能救治小姐 请让我一事如何 啊 小女危在旦夕 也请了很多太夫 他们都束手无策 你及时戒员 又是客儿带来的 就让你试一试吧 卧槽 这 这是什么治疗手段 我姐真的能好起来吗 我也不敢肯定 只能试一试了 等两个时尘就知道效果了 现在也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客王 你带戒员去大厅用茶吧 小旭知道了 唐兄 请随我来 唐戒员果真是奇人啊 那么多代夫都解决不了的金创镜 唐戒员一出手就出了效果 本官 而不 老夫多谢唐戒员对小女的救命之恩 知府大人客气了 我是欧阳兄的朋友 帮朋友一个小忙而已 应该的 唐兄的所谓的一个小忙 却真真实实是晚月的救命大恩 我带晚月感谢唐兄 咱们是朋友 这样太贱爱了 来人 快摆好酒好菜 好好地款待唐戒员 穆大小姐还得再打几次针才能痊愈 这几天每天我都会过来 给穆大小姐施针的 有劳唐戒员了 这个就叫专业 哦 了不起 了不起啊 唐戒员可谓是真正的清明彩剧 我大厦有你这样的奇人 是乃大厦国之幸啊 唐戒员 唐天奥 天啊 你就是写下千古明具这孤天的那个唐天奥 与天香楼花魁成就一段佳话的就是你 的确就是唐兄 因为当时我也在试会现场 唐兄将我这个所谓的奇州第一师才给压制了 哈哈 真的是你啊 没有想到你医术高超 文采也高绝 又会研制新的东西赚大钱 真是太厉害了 对了唐兄 这是我小一字木婉青 哦 木婉青 我还断断玉呢 唐兄你说什么 嘿嘿没什么 唐戒员莫非听说过我的名字 没有刚才有些失态了 抱歉 唐戒员 我能给你讨要一幅莫宝吗 小意思 这个没问题 哦 好随 也是好字 唐戒员果然名不虚传 听闻唐戒员在相识中的文才一课中也写出了两首精妙的诗 不知道是否可以写出来给老夫欣赏欣赏 呃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踪灭 孤舟梭立翁 独掉寒江雪 妙 果然精妙绝伦 如此家具 难怪你能从信誓到相识都是第一名 果然文才了得 还有一首呢 咳咳咳咳 远上寒山石敬霞 白云深处有人家 行车坐爱风铃晚双叶红鱼二月花 哦 太妙了 首首都堪称千古家具啊 若我这一生能写出一首像唐兄这样的诗词就知足了 唐兄却是首首 杰妙 鱼兄是彻底服了 明年的七国是会有唐兄出场 我大虾又有何具 哈哈哈哈 以唐戒员之才 来年会是终局是板上定定之时了 嘿嘿 唐戒员 你看小女晚心如何 啊 莫二小姐天生丽质 青春活泼 性情开朗 是个秀爱会中的大家闺秀啊 嘿嘿嘿 承蒙唐戒员夸赞 人家也没有那么好了 如此说来 唐戒员对小女晚心的评论挺高的呀 莫二小姐的确很好啊 既然如此 我就将小女晚心许配给唐戒员吧 卧槽 唐戒员可愿意接受这门侵蚀 啊 什么 那个 知府大人 小生家中已经妻子二十人了 你们也知道 我前几天才刚刚带了天香楼花魁回家 我 男人妻械成群有什么好奇怪的 越有本事的男人妻械越多 唐戒员文才无双 将来在仕途上一定也顺风顺水 而且唐戒员又研制出赚大钱的东西 未来必定富甲天下 我这就是想提前攀上唐戒员啊 哈哈哈哈 自古女儿的婚姻都由父母做主 我要把她嫁给你 她不同意也得同意 嘿嘿嘿 晚清 这事就这么定啊 你没什么意见吧 嗯 爹爹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女儿当然只能听爹爹的话 哈哈哈哈 我看明明就是你自己喜欢上了唐戒员 自己也想嫁给唐戒员吧 爹啊 人家不理你了 哼 太好了 唐兄 喜你又获得一味娇妻啊 以后我们就是连禁了 哈哈 唐 唐戒员 我姐姐还要多少天才能好呀 明天再打一针 再休息几天就好了 对了 后天我就要启程回老家青阳县去了 而且回去是要为我的娘子们办一个盛大的婚宴的 所以你 你是这一次跟我一起回家吗 那 此事 你怎么跟我说嘛 你要跟我爹说才对 一切都有爹爹安排啊 哈哈 我会跟岳父大人提的 只是在此之前先看看你的意思啊 妹夫 你看不出来吗 我妹妹她是一千个一万个的愿意啊 嘿嘿嘿 姐姐 你笑话人家 讨厌死了 哼 哦 我明白了 我这就去跟岳父说好 然后明天来给姐姐打针的同时 也正是下聘礼 娘子们等到了家 我会一视同仁 给你们的父母也补上同样的聘礼 当然 目前我的积蓄还没有那么多 暂时给你们每人下聘五万两银子吧 之后我一定补及到十万两 还有琉璃制品 相公 我与一人妹妹的聘礼就没地方可下了 你也不用为我们破什么费 反正我们的不就是你的吗 相公 晚清妹妹是知府家的小姐 身份娇贵 你下那么多的聘礼是应该的 而我们你就别再破费了 你要真有心 就给我们娘家补贴一万两银子就好 是啊 相公 你现在拿钱出去 其实也是拿我们大家的钱嘛 只要你能帮衬帮衬我们娘家人就好了 不行 娘子们请相信我 我们将来赚的钱只会越来越多 区区一个其州就已经让我们赚了这么多钱 还有别的州呢 还有京城呢 赚是永远赚不完的 所以给你们每一个人 架聘十万两根本就不在话下 至于小月与一人 我就拿十万两银子给你们当私房钱吧 别拒绝 要听你们相公的话 咱们的相公真是天下少见的好男人啊 娘子们 我回来了 相公 是相公回来了 相公 你这是又为我们添了一个姐妹了 不只是添了一个姐妹 还有一个美娇娘跟着的 越多越好 咱们姐妹都忙不过来了 相公的生意越做越大了 相公 也没有一个差的呀 哥哥都是大美娇 相公的目光很高的 相公 前几日官府的人给你送来了姐妹的腰牌 相公真棒 不仅现实第一名 相事也夺取了姐妹 咱们相公本就是人中龙凤啊 相公就是一个全才 也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是能难倒咱们相公的 奴家就预祝相公回事能也能夺下会员吧 娘子们在家里辛苦了 这几天我们准备准备 给你们一起办一个盛大的婚宴 唐天奥发达了 又中了戒员 可谓前途无量 厅长都觉得非常有必要跟唐天奥保好关系 县太爷和长 和大人道 奉上一百两银子 与县城的一套宅子作为和礼 共和新郎新娘百年好合 早上归子 没有想到县太爷竟然都亲之前来参加唐天奥的婚宴了 而下一秒 更是令众人眼珠子掉落一地 大哥 请恕小弟今天不便远迎 多谢大哥的贺礼 哈哈哈哈 二弟的婚宴 我这个当大哥的岂能不来参加呢 恭喜二弟 撕二十一位弟妹 哈哈哈哈 二弟你真是够猛的呀 大哥都不得不佩服了 嘿嘿 让大哥见笑了 是小弟运气好 也致我的娘子们人美心善 这才有我今天的幸福啊 敬复大哥 各位弟妹不必多礼 这时 登记贺礼之人再次高声大叫起来 所有人 包括贺章在那 都瞬间愣住 齐州知府 穆卓伦大人道 送上贺礼黄金一万两 众人闻言 先是被齐州知府四个字惊呆地继续再次惊叹 一万两黄金的大手笔 齐州府公曹 欧阳克 大人道 送上贺礼黄金一万两 卧槽 众人又是一阵惊叹 没有想到唐天奥的人脉如此强大 岳父大人驾到 小区有失远迎 还请恕罪 知府大人竟然也是唐天奥的岳父 我的天啊 我没听错吧 唐天奥怎么从一个铁匠混到今天这个高度的 是啊 原本就是一个连铁都打不好快要饿死的人 短短一两个月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太不可思议了 公曹也来了 唐天奥的面子可真大呀 姐夫辛苦了 这么大老远的赶来 真是有心啊 这四合县太爷是结拜兄弟 和知府大人是翁雪 又叫公曹大人姐夫 这年轻人卧槽 所以整个产州都是他唐天奥的天下吗 爹 阅障大人 姐夫 里面请 妹夫 你也要注意别伤到腰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妹夫 你的意思是可以盖十几层楼 不错 预计盖十五层吧 到时候这一栋房子里就可以住两三百人 哇 刘斌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到建成的那一天了 哈哈 天奥你的这种建筑记忆的确是开创了鲜河 等你建成之后 我也想来看看 到时候欢迎岳父大人来住一段时间体验体验 如果满意的话 我可以让人在齐州城内为岳父大人建一栋 哦 娘子 你真美 像公真的这么觉得吗 当然 曾经的经历非你所愿 岁月却快赐给了你别样的魅力 我很喜欢这样的你 像公 谢谢你 么么哒 好了小玉 忘掉过往的一切不快吧 我要你从今往后做一个幸福的女人 玉 慕婉卿堂堂一个知府大人家的小姐 与二十个女人同时嫁给一个男人也就算了 新婚之夜竟然还要独守空房 这多少令她有些不快 谁呀 婉卿娘子 是你像公我来了 开门吧 哼 像公 你不是陪着小月姐吗 怎么又到我这里来了 傻瓜 我陪过小月姐了 是她让我过来说是我今晚不应该只属于她一个人 现在的我来了 怎么了 不欢迎我吗 欢迎 像公 欢迎新婚人同时欣君 啊 好 你们都不错 每个发一个红包当见面礼吧 这个 哪有主人给下人发红包的道理 使不得霍老爷 你们不用客气 就当是我昨天新婚 今天让你们也沾沾喜气 以后好好把这个家打理好就行 来呀 这真的使不得 你要真有心要给我们一个见面礼 那赏我们每个人一百文钱就足够啊 哼 好了 让你们收下就收下 做我唐天傲的家丁丫鬟 那也一定比普通人富有 不必多言 每人都来领一个红包 以后好好做事 我高兴了 都有赏 见唐天傲如此坚持 也没有摆什么架子管家 与五名丫鬟 这才兴起的上前来一领红包 去买一些好酒好菜 然后请县太爷一家过来吃饭 如果知府大人与欧阳公曹 排在县太爷府上的话 也一并请赖 好的老爷 我很老吗 还是叫我少爷就好 不必叫老爷 我喜欢被人叫得年轻一些 这老何不 商业 大哥 你也太够意思了 送了我这么一大座宅院 真是雪中送炭啊 你我兄弟之间别说这种客套话 大哥说了算 大哥我这也是在做投资啊 在这青阳县待了几年 都没有了什么奋斗的激情了 但是二弟你的出现 让于兄又看到了一些希望 哦 大哥是想通过我 研制新奇的玩意 将青阳县的经济 搞上去是吗 非也 虽然我不歧视商业 但是所谓是农工商 商业终究是被排在了末位啊 以二弟的才能 我相信在农耕方面 也一定能做出巨大的贡献吧 大哥还真是将我看成 无所不能的全财了 不过在此之前 我还是想请教大哥一个问题 因为我害怕自己 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我们大厦的些潜在规则 而无意中犯下大错 二弟想问什么 在大厦国 是有秀才不纳粮的条例的 但如果我开垦 很多很多荒山 荒山变粮田 这些荒山都不用纳粮啊 王法当中并没有具体说到这一点 所以我想问问大哥法令之下 还有没有什么潜规则 最近有人递了一纸素撞到县衙 说是有人借秀才之名大四肯荒站为私有 我暂时还没时间处理 莫非肯荒者就是二弟你 恩恩 是我 所以我现在向大哥请教 如此做法是否违规 杀 二弟 这可是不得呀 虽然说明面上秀才不用纳粮 但是秀才家里又能几分田地 如果你无限制的肯荒 假如你有办法肯掉全国的荒山 那你岂不是拥有着比王侯丰地还要广阔的地盘了吗 这肯定是不行的 啊 那该怎么办 大下国的潜规则 就是秀才不纳粮的地 不能超过二十亩 超过的还是得纳粮的 所以你报荒如果超过二十亩 超过的部分还是得依法纳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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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天奥一阵头大 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是落空了呀 行吧 那就除了二十亩之外 其余的地全部纳粮 假如我开垦更多的地出来 并且纳粮 地方税收提上去了 能不能把这政绩算到大哥头上 你个人能力有限 除非你能开垦出几十万上百万亩地 并且都依法纳粮 那样或许真能帮我摆脱困境 那好吧 关于塑状知识我会处理好 会向地塑状之人说明情况 什么是火锅 我教给你们的设计图 你们去找工匠打造出来之后 我动手做火锅 让你们品尝你们就知道了 嗯 火锅这个概念在大厦国都还没有 更别提什么吃火锅了 开火锅店想赚大钱也不容易 但总不能跟卖锅里制作比呀 不过在齐州城有钱人很多 好吃的火锅还是能赚很多钱的 真是绝了呀 这火锅真的是太美味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菜 唐老弟你真行 相公 原来世上还有这么美味的东西 怎么不早点弄出来让我们吃呀 这么美味的火锅 开火锅店也一定能赚大钱的 嘿嘿 看你们这么贪吃 我就放心了 这火锅店前景一片光明啊 三日之后 齐州第一家火锅店正式开业鞭炮炸死之后 欧阳克带着一群人起来 停场不少欧阳克关系好的官员 已分尽学二 多谢诸位跟随我姐夫 一起来捧场 今天的火锅免费 算是我答谢诸位盛情的 请大家放开吃吧 哦 好气了 不愧是知府大人的成龙快叙 就是大气啊 嘶 这就是火锅 这也太美味了吧 老夫尝过无数山珍海味 但是这般美味长家食材 却是平生第一次尝到啊 这也就是普通的猪肉而已 但金火锅这么就美味了无数倍 还有这汤 清甜爽品 香流唇齿之间 真是太好喝了 这也太好吃了 妹夫 这火锅的确美味无比 这火锅店的生意 想必一定会火爆全城的 以后我们一定会经常过来吃火锅的 尝到了这火锅的美味 我感觉那些酒楼的韭菜都不香了 哈哈 是啊 即便这些火锅的食材 不如酒楼那么高档和丰盛 和这美味却是酒楼缩比不了的 多谢诸位大人捧场 以后小店的生意 也就靠诸位大人多多关照了 唐建元 这些都是小意思 客气了 火锅店的美味比大酒楼还要好 韭菜钱又没有大酒楼那么贵 很多人都吃得起 所以生意是真的爆满 一天下来 除去免费给欧阳客他们吃的之外 还净赚了一千两银子 相公 这都日进千斤了还不行吗 不行 比起卖香皂肥皂那些来 还是有些少了 喂呀 你觉得还有什么办法 在店铺规模与韭菜价格不变的情况之下 使得收入增加呢 嗯 那只能是想办法增加蔬菜与肉类的品种了 那让顾客多点一些韭菜收入也就随之增加了 嗯 娘子的思路是对的 除了多增加一些菜的品种之外 在喝的方面也可以做文章啊 相公是只多备一些美酒吗 除了酒 还可以配置一些饮料 男女老少皆宜的那种饮料 那相公打算做出什么饮料呢 就做万事可乐 万事可乐 意思就是喝了我的饮料 所有烦恼都没了 什么都可以笑着面对 哇 相公的想法真是新奇啊 和柳燕很害羞 只是在伊地微笑着听二人对话而没有插足 柳燕娘子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嘿嘿嘿 相公 相公那么聪明 我哪能提得出什么好的建议呀 哈哈哈哈 果然不愧是我们的相公啊 随便做点什么都是大转特段 相公脑子一转 马上就有千百条生财之道 信息 嘿嘿 我要养两三百号 要是赚不来大钱可就惨了 齐州暂时可以告一段落了 我想到另一个州去发展 嗯嗯 好的 但虽然我们舍不得和相公分开 可是也不能拖相公的后腿啊 相信相公到哪里都能有一番作为 我们也要把齐州打理好才行 相公尽管放心的去别的州去发展吧 我们定手好齐州的这份产业的 你们干什么呢 有你们在齐州 我当然是时常来陪你们呀 嗯 一个月能来陪我们几天呀 这个看情况吧 我真的不敢保证 但不会让你们一年半载见不到我的 嗯 以后都是聚少离多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给相公生儿育女呀 啊 慕婉轻的话 令得住你又是期待又是惆怅 娘子们 我还要在齐州待上几天 这几天我多多努力咯 嘿嘿 两位娘子尝一尝吧 哦 相公 这饮料也太好喝了吧 我从来就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 好鲜美 这样的饮料的确男女老少皆宜 一定会非常受欢迎啊 相公真是万能全才啊 嘿嘿 看样子这万事可乐 一定会成为畅销之物 单独开一个店销售都没有问题 柳燕娘子一个人可能忙不过来啊 那相公在齐州再找那几个妾这样也好帮助我们呀 啊 你们还真敢想啊 相公 我们认真的 咱们家的生意越做越大 姐妹们都不够用了 你还是在那几个妾好不好 明天货飘头又回家乡运货过来 我也回去烫 要按摩到第二层楼了 然后我回来时再带两位娘子过来 青阳县城去了雪军节与小小姐 八县和灵动县也各去两位姐妹 再加上现在产州四位二十一位姐妹都有失位出来了 家里还需要几个守家的话 我还是觉得相公应该在那几个妾 两位娘子辛苦了 跟着我还没好好享受生活 却让你们干上了粗虎 真的是我的失举 相公 应该是我们感谢你才对 我们感觉从来都没有过得这么充实呢 这种用自己的双手赚取白花花的银子的事情 做着真的令人好生快乐啊 晚清妹妹说的太对了 这活是有些累 但又不脏 我们还吃得消 这样充实的生活本来就是我想要的 你们都是难得一见的好女人 我真是太幸福了 相公 你们总算是回来了 我们去灵东县卖货 护卫我们的兄弟有几人受了件伤 伤势有些恶化 什么 在有标识护卫之下 还有人敢打我们货物的主意 受伤的兄弟们在哪里 在屋后的茅草屋里养伤 快带我去看看 辛苦各位兄弟了 我这里有医治金创径的你们的伤 不会有事的 另外我会补贴你要 我们一笔钱 而工钱照算 老板有心了 我们这点伤也算不得什么 可恨的是那些流寇 虽然领头之人被老板夫人用火枪击杀了 可也逃走了大半 只有十个被我们用弓箭射杀了 他们跑的就是隐患 我怕他们会找机会再对我们下黑手 鸣枪一朵暗箭难防啊 他们逃走了多少人 应该有十五六号人吧 这样吗 那灵冬县我让货标头明天亲自去一趟 先把那边的店铺里存一定的货再说 这段时间你们就先别去灵冬县了 等我揪出那伙流寇再正常前往灵冬县 好的 这样的房屋 的确是一绝啊 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太舒服了 特别是这窗子 竟然舍得用琉璃替代窗纸 好生奢侈 也只有妹夫你才能有这样大手笔啊 还有卫生间 这样的卫生间从山的高处饮水下来 水管水龙头 用水时就开 不用时就关 随时都可以将卫生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一点臭味都没有 不像我们还要在床边放夜壶粪桶什么的 我决定了 等我赚到足够多的钱 我也要自己建一栋这样的房子 相公 我们今晚可以睡在这个房间吗 嘿嘿 当然 今晚我们就搬进来住在这个房间 太好了 相公 你真棒 我打算故人将这些荒地平整成稻田 改良一下土壤 提高产量 以后我们整个庞大的商队都不愁吃粮的问题了 相公 我们改善土壤的法子也只有多撒一些草木灰和浇粪 但无论怎么努力产浪的提高也有限 那只是在给农作物供应肥料 可是肥料太单一了 有时候还是得其反 我想做得适中和一下土地的酸碱性 酸碱性 这个是指什么 哦 这个很难跟你说得清楚 总之就是那种黑色的 看起来很肥沃的土壤 酸性偏高 所以可以用石灰粉等物撒在地里 而如那些黄泥 则是偏碱性的土壤 这就可以多撒一些草木灰 当然除之此外 在我还会用酸碱制作一些肥料 有这些肥料辅助 量产必远远高于那些大户人家官僚地主家的田地 相公 你到底还有什么是不会的呢 就是不会生儿子生女儿了 相公 那我帮你生呀 妖精 今晚一定得好好收拾你 那可不行 姐妹们会说我的 你还有好几位娘子等着你呢 相公 我好喜欢你唯一任妹妹所作的诗啊 五弟杨两楼新月 歌剑桃花善敌风 娘子喜欢 那我也为你做一首诗 好啊好啊 相公等等 请相公用笔墨写下来好不好 好 平平时务顺天仙 白蛾汗地脸 何处闲江英雾雨 闭上窗向秀床前 哇 秦秋无角色 厌恶是佳人 清国清晨茂 秦为天下人 妙吉 妙吉 相公的诗诗写了绝妙 可惜奴家却当不起角色佳人啊 如何当不得 娘子本就是书香世家的女子 容貌绝佳 又十分有气质 是男人理想之中的好伴侣 是男人理想的